好 回來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這節Johnny回來了 剛才那節不在 第四節 大家記得關閉廣告 按LIKE 我們 其實也要簡單說一下 接下來星期六 我們正式派米 以及網聚 派完米才去網聚 派米不知派得那麼久 中間太過真空了 如果太過真空了 到時可以坐下來 或者我回家換件衣服吧 到時再想一下 這次就要講一個 其實是講一個商業的一個問題 講做生意 生意 一定要有商人 而商人之餘 做生意 其實是好看國家的政策 做甚麼生意 如果是人口增長的 那就甚麼生意都可以做 如果是身身代多的 那就買嬰兒產品也發達啦 開幼稚園 補習社 教育 如果這個國家人口老化的 那就想到 他的錢要向銀發續打主意 保健 護理 醫療等等 我們這節不是教你做甚麼生意 我們要講兩個商人 這兩個商人都是非常之成功的 在他們的領域方面 而且也是 一個是中國首富 馬雲 另外一個是香港首富 李嘉誠 兩個人 其實有甚麼共通點 關於馬雲和李嘉誠 大家都是中國人 有錢 大家都有錢 大家都有眼耳口鼻啦 大家都正常啦 沒殘廢啦 懂得走 好懂看風 看風向 眼光都非常獨到 尤其是這個 李嘉誠眼光獨到 大家也不用說啦 去年 在這個最高位摩頂的時候 420億賣 拆售中環 中環中心 75%的業權 因為中環中心一早就賣散了 中環中心接貨的那些是坐在艇嗎 是 當時他們買入的價格平均差不多四計 但是很多人 就在那裏說 這班人 當時想在李嘉誠手上 咧 怎知道這次黑夜 包括了朱太 世貿的許榮某 這個叫做 慈帶大王陳炳志 然後有 蔡志忠 Johnny Zhang 然後盧文煙 一大多人 但是有一個問題 大家看漏了 其實這次 這次交易 還有另一位 這次交易 這次交易 就是李四叔 因為就是這次交易 炒高了他 停車場大廈的賣入價 當時 賣這次交易 令到他的投地 買了中環停車場大廈 5萬元斜的賣回 絕對是受了這個刺激 美里道那個停車場大廈 所以 這次交易還有一個受害者 李四叔 買貴了 本來就不用那麼貴 給李嘉誠一個消息 搞到李四叔又買貴貨 他們真的是親家來的 這次不是說他們買貴貨 是說李嘉誠 最近 這個中國頒發 是不是頒發 還是公佈這個名單 就是說 對於中國 改革開放 因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由七八年開始計劃 中國的改革開放40周年 有100個人就說對這個 改革開放 是很大的貢獻 其中 這些人就會有曾憲子 曾憲子 有陳馮富珍 這個人真的有些爭議 陳馮富珍對於中國改革開放 陳馮富珍對於中國改革開放 如果你想簡單說一下 為什麼會把陳馮富珍 列為對中國改革開放 可以這麼說的 因為 事實上如果要找 當時 如果要找一個人出任 世界性的組織的入口 找一個大陸人是非常困難的 孟宏偉也是 後來才是 但那個時候是很困難的 他找到一個香港人 他又可以說他是中國 這是所謂的 蝙蝠 在小鳥面前 又是 扮小鳥? 不是 在小鳥面前應暴雨淚 暴雨淚面前應小鳥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陳馮富珍對中國的最大貢獻 就是沙士一役 他很勇敢出來說我每天都吃雞 那不是沙士 那個不是琴流感 當時他還在做衛生署長的時候 他說琴流感 他說我每天都吃雞 就是令到中國的加速 加琴 那些 做雞產業 得到長足的發展 就不會被這個 一個琴流感去騙殺的 但是 當時騙殺了很多雞啊 富商的名單還有霍英東 曾憲子 馬萬奇 陳馮富珍 李嘉誠做了很多事 但榜上無名 捐錢 蓋大學 只是蓋山頭大學 出了100億 過百億以上 過百億 他在山頭有很多投資 據說他在他的鄉下 買了一些地 用來蓋房子 很便宜賣給當地的年輕人 坐人家上車 似乎香港是他的法績地 他也沒有對香港人那麼好 而且買房子還要賺盡你香港人的錢 李嘉誠是的 你留意一下他捐什麼錢什麼都會回鄉下 香港很少的 也有 剛剛有個嬰兒子要做手術 差200萬 李嘉誠照 香港是少的 相比來說 比如說 邵逸夫 在香港就多很多了 邵逸夫真的很多 李宏彥 姚明 朗平 還有這堆 有沒有胡錫進 是沒有的 環球時報很重要 有沒有方興斌 金盾工程 這些對中國改革開放很有效 因為沒有這些人 要不要加賀建斌 賀建斌 後補明答 海格開放就不可以加金盾工程 因為金盾工程是相反的 不是說開放的部份 絕對是說開放的部份 如果沒有金盾工程 保護中方 保護中國 中國就會變成敘利亞 伊拉克 伊斯蘭國 摩蘇爾 因為這個是 建制派說的嘛 北韓是全世界第2幸福的地方 第1個幸福是中國 所以北韓很幸福 大家千萬不要毅然耸聽 我們 一定要聚焦這個改革開放 特別是想看星星的那些 因為完全沒有街燈 完全沒有街燈 沒有燈 什麼燈都沒有 舊黑 你看光害地圖再說一次 那裏真的是黑過星空保護區 跟南韓一比 跟南韓一比 南韓的地方是鬼地方 搞到 升空污染 我們要說回改革開放 因為中國 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 如果一旦 1989年 春夏之教 在俄國發生了一場 政治風波 這場政治風波 令到 在歐洲又牽起另一場 政治風波 那個叫蘇東波 不是蘇式的那個蘇聯 是蘇聯 和東歐的一個波動 類似的一個大變 令到共產主義政權 在歐洲幾乎都消滅了 尤其是 由他這個老大哥蘇聯 瓦解 那中國呢 最後那個 之前其他那些 全部都倒了台 第一個好像是羅馬尼亞 第一個是波蘭 波蘭嗎 波蘭因為他的選舉 輸了給團結公會 然後被團結公會組織了的政府 第一個 變成了非共產黨政府 首先波蘭之後 就是一直連鎖 連鎖的 然後一直爆 波蘭 然後匈牙利 自己解散了共產黨 共產黨解散了另外組織社會黨 分開三個黨 就沒有了 然後就去到 開始就去到捷克 十天就搞定了 然後就去到東德 然後就到 保加利亞 然後到最後 到羅馬尼亞 首先就死了 最後就是阿爾巴尼亞 最後才是蘇聯 九一才是蘇聯 其他就是八九發生的 那六個國家 周邊的蘇聯 牌倒下 其實是半年左右 八九年年中 到年尾 到了壽西斯股 是八九年十二月 是聖誕節 打靶 我們看看 所以我剛才告訴你 我是很強調這個金盾工程 絕對是改革開放的 是一員猛將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他保護我們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祖國就受著西方的思維影響 就會骨牌地倒下 尤其是Facebook 你說開Facebook 你好像說要交代Facebook 那個情況 可以說 因為我那時候就說了不用的 捉了我做公告 很多網友就因為找不到我們 因為那時候 我們用其他方法 希望 可以取代Facebook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Facebook 是有一班很 龐大的支持者 我們也沒有辦法禮起他們 受不了的壓力 受不了的壓力 溝通不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禮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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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算不算是正式宣佈用Facebook 我們不是用他 我們是 你也是在用的 我們的意思呢 是要加入Facebook 而瓦解Facebook 正如當年有人說要加入功能組別 消滅功能組別 我們保累要從內部攻破 我們希望在裏面製造一些 不穩定的數字 那我們要不要加入建制派 我們現在積極考慮看看能不能消滅民建聯 或者是工聯會 總之有些什麼組織可以轉進去的呢 不不不不 我們希望有很多人加入了工聯會 因為有有為 那我們應該要加入什麼 我們應該要加入這個本土派 或者是這個 政府派 其實好像雷動 應該所有可以加入的都加入了 最後一起雷動 同時間擁有工聯會的會席 也有職工盟的會席 也有職工盟的會席 是沒有衝突的 平時人們買東西都是這樣 有教協的優惠卡 也有教協的優惠卡 教協和工聯會 教協和工聯會 教協可以買東西 工聯會可以買東西 同時擁有白雞衛康的優惠券 很多人有 所以我們短時間內就沒有辦法 放棄Facebook 不過我們希望以長遠消滅Facebook為目標 現在是透過他的平台 希望將來將他慢慢瓦割 繼續宣揚反Facebook的言論 沒錯 我們要把朱克伯格抽出來 淺踏在地 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們說回這個 你快點把朱克伯格獎給金團工程 沒錯 方興奔嘛 人渣綁他不應該排第一 他不是排第一 吳石俊排第一嘛 一二成單Q回來的 這個李嘉誠 基本上是做得氣腐 因為他對於中國改革開放 是真的出了很大力 氣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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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領導人是會接見他的 單獨 老江年代就是 老江只是住那間酒店 還要啊 早上跟他吃早餐 海日酒店 你知道嗎 老江在全世界被人笑得綿黃 這麼低聲的酒店都要住 朱鎔基又聰明了 海日酒店真的挺低聲的 海日酒店其實 准四星 四星都不到 朱鎔基的聰明了 懂得住軍縣 鄉下佬 死蝦蝦 學人住那些紅磡酒店 聽說連節節 所以朱鎔基是聰明了 所以他的兒子 跟大摩有些生意為旺 李嘉誠呢 其實我們這節除了說李嘉誠 還要說馬雲 李嘉誠做了氣桌 做了那麼多事 竟然一百人都不入圍 馬雲也差不多 馬雲就反而 特別一點 被退休 這叫做退休保平安 被退休 精神方面有壓力 也是的 因為 帳面身家那麼多 多錢就是人家 牟你的 豬一肥就怕被人家打拖 你的豬已經肥到 什麼都不能打拖 你會打拖誰 但是現在 剛剛這個報紙 還是人民日報報出來 馬雲就是共產黨黨員 大家其實 一點也不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中國你要做到生意 做到那麼大盤生意 你如果不是黨員 基本上也沒有可能被你這樣做 那麼現在 我們會考究一下 他什麼時候入黨 他是誰介紹入黨 因為外面有人在說的 就是馬雲 旗下的阿里巴巴 基本上 幕後最大的老闆 叫做江志成 即是江綿衡的兒子 江澤民的孫 因為江綿衡當年控制中國網通 基本上網絡世界就由他控制 馬雲是不是當時江綿衡 介紹入黨的呢 或者他倒戰入黨呢 因為 我們記得 跟大家說 江澤民 提出三個代表 其中 就是 讓資本加入黨 加入共產黨 中共其實之前 打破了他的 常規的 因為你是共產主義的 怎麼會被資本加入黨 本來是無產階級專政 後來說了社會主義 無產階級現在不說了 也不說專政 但是 你允許資本加入黨 那就是修正主義 其實是修正了N詞 他修正比黑魯曉夫 比黑魯曉夫 厲害很多 你當時批評人家蘇修 蘇修不是黑魯曉夫 那時候那些東西問什麼呢 你是中修的 現在 你說人家蘇修不對 你修得比較重要 以前好像是 北京的 這個中國特色 說了名叫反修路 反帝路的反修路 按他的說法 這是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可以狼括一切 中國特色可以把所有東西 調轉了 變成中國特色 即是中國特色的修正主義 如果有一個中國特色 可以有很多東西加上四個字 什麼都可以做 其實這樣也不錯 國產黨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每一樣東西前面加幾個字 就可以蓋上後面的效果 所以 馬雲我們覺得他應該是當時 提出三個代表之後就入黨 應該呢 就是 江麵行介紹 幫他入黨申請 然後就 扶搖直上 到了現在做到那麼大生意 當然啦 退休這是另一回事 因為 退休可能是 受了黃健 海航主席 黃健的影響 退休補平安 你不知道你去旅行也會突然很糟糕的嘛 他不是很糟糕的嗎 他是跌下來的 跌下來的 他大步跨大步 他不知道是懸崖你嘛 跨了 跨了 那些人對於我們那個 墮瘤身膀之後 驗到抑鬱症 和驗到什麼 女師有河南口音 女師有河南口音 很有興趣的 他不只是河南那麼簡單 他是河南駐馬店口音 大家知道駐馬店是什麼地方嗎 駐馬店是中國最著名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信口尿 叫做十億人民 九億片 總部就在駐馬店 駐馬店就一雷天下響了 因為駐馬店的據說到處都是騙人的 整個駐馬店的地方 都是負責 偷騙拐騙的事 說錯了 我漏了 十億人民 九億片 河南人民 市教練 總部就在駐馬店 我漏了 不好意思道歉 向河南人民道歉 我以為有四句 三句而已 其實應該有四句 但是我幫他們想不到 網上只能夠找到這件事 當時我去河南 我用廣東話說 河南人馬上聽到 他們不懂得聽廣東話的人都知道 因為這句話翻譯成 十七種語言 可能翻譯成阿拉伯文 世界知名 因為河南真的很有名 河南人民市教練 何等尊榮 所以 這個 女師 竟然是駐馬店口音 問題是 驗到他有口音那裏很厲害 還要駐馬店口音 驗到他有口音那裏很厲害 其實這條標題不是這麼說的 中國的科技 十分之令人 嚮惶 好了 這次好像還沒總結 馬雲和李嘉誠的共通點 共通點 就是大家跟共產多多拉扯 其實是拉扯的意思 這個比較厲害 暫時看上去 至少在榜上有名 榜上這些東西 其實我現在想說給大家聽 中國的那些 磅 尤其是富豪磅是很危險的 這個不是富豪磅嘛 現在來說那個可以是空磅來的 你記得以前 秦卓琳的那套戲叫空磅 以前啊 周政藝一說做了這個首富 沒多久就被人拘捕了 誰上 財富榜首位的那些 是準備被人捐的 可能是封神榜 封神榜出不大了 上了神台 封神榜全部都死了 你不死上不到榜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節我覺得 李嘉誠是幸運的 上不到榜 他已經跳出了空榜 應該幫李嘉誠慶祝 你那個什麼余韻礦那套空榜 秦祥林做男主角 但是反而馬雲就惹人害怕了 你知道啦 你的空榜還有寫你的名字 雖然已經主動退休保平安了 都寫了我的名字 退休就不能死了嗎 他想退休保平安的 退休沒有說放過你的 是不是 看著怎麼樣 看著怎麼樣 沒人知道的嘛 如果你 做得好 可能會比較長命 你是黨的人 永遠是黨的人 我們沒有退黨機制的 你生是黨的人 死是黨的鬼 不會有幾千萬黨員退黨的嘛 幾千萬黨員退黨那是事實來的 因為他是計算共青團 少先隊 退黨 退團 退隊嘛 可能有四千萬人退黨 什麼退團 退隊呢 那些退團那些就不是退的 而是大了之後沒有進 我可以跟大家負責這麼說 少先隊一升做共青團 少先隊自動退了 所以他的數目是正確的 他沒有作大 他可以重複計算兩次 真的有億多人退黨的 因為他升上去那一刻 脫了原本的單位 就是把operational procedure 脫了原本的單位 因為他脫了原本的單位 進入另外一個層次 他也有退出那個過程的 應該就是 小學 叫做少先隊 升到中學就變成共青團 所以你從小學升中學 就先退隊 先退一次 先退一次退隊 然後由共青團 到正式交共產黨 就要退團 那是不是退兩次 如果進不了共產黨 也是退了的 所以他有1億8千萬人退黨 退團 退隊 他沒有寫錯的 他如果只寫退黨 就可能有出入 但寫退團 退隊 就正確的 所以沒有作大大家 不過只是會計帳目問題 就好像上市公司 重複計算數而已 同一個人退兩次 所以 就好像公園 入場的人似 對的 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 其實法輪功是 參考了上市公司的會計制度 時間到了 我們下一節再說 就這樣做了